一日之计在于晨 学佛从清晨开始 聆听学佛早班车 学佛精进真不错 让我们先看看 博客网友有什么最新的精彩分享 我的孩子去年四月左右 突然肚子痛得厉害 头痛也厉害 看了中医 吃了很多中药都没效果 检查是肠肠的 肠道功能混乱 后来我立马帮孩子 许愿108张小房子 一段时间后 孩子再也没有出现 肚子痛得厉害和头痛厉害的情况 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感恩分享 还有一位同修 分享了吃素的体会 我在2012年大年初五开始吃素 当年的六月底开始念经 秋天许愿吃全素 开始学佛念经后 身体好多疾病都好了 或者症状减轻 包括折磨我多年的反流性食管炎 很快好了 皮肤过敏症 过敏性鼻炎 偏头痛等等疾病的症状 明显缓解 子宫肌瘤自己消失了 但是妇科会有些不干净 2020年发愿不吃整个的蛋 平时蛋汤之类也不吃 偶尔面包蛋糕里有一点蛋的成分还会吃 菩萨慈悲 原来妇科有些不干净 现在干净了 哇 真的好啊 师父慈悲开示 妇科不好的 不要吃蛋 好给力 很实用 再来看看这位佛友 他说 弟子想做一个分享 近日一直有看师父的每日佛言佛语 早上就梦到师父来帮弟子看图腾 指出我需要改进的缺点等等 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显灵 保佑弟子在事业上有一些突破 弟子一定会好好学佛修心 祝愿师父身体健康 盼望早日看到师父 下面这则分享也很精彩 同修说 为什么师父的佛言佛语 能及时化解我们的烦恼 每天给我们指引呢 太不可思议了 凡人肉胎无法想象 弟子已经不凡了 弟子听话 感恩师父 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原谅 感恩分享 再来看师父写的四句话 众善奉行内心笑 诸恶莫作最重要 知音懂果是良药 实戒修行有药效 希望我们都能增长智慧 早日明心见性 对呀 接下来让我们听师父讲一个小笑话吧 有一个妻子 想让她的老公早点回家 于是呢 就规定 晚上11点回家 之后回家 就锁门 第一周 第一周 奏效 老公都是在11点钟之前回来 第二周 老公又开始晚归了 老婆 按照她自己定的制度 把门锁了 于是老公干脆不回家了 老婆非常的郁闷 后来经高人指点 修改规定 11点钟前不回家 我就开着门睡觉 老公非常的敬意 从此准时回家 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可见制度的精髓 不在于强制性 而在于对被执行者的利益的推动 所以我们学博人 要放开你的心灵 要让你懂得你的境界 让你理解之后 自觉自悟的 在这个社会人生的舞台上 扮演一个慈善和帮助别人的角色 记住了 你的境界有多高 你就能得到多少 幸福和乏喜 放下执着 解脱烦恼 才能离苦得乐 感恩师父 所以我们都要在提高境界上面 下苦功 说得对 互相鼓励 一起进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